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 他为了救马蒂尔达而身亡的故事 纽约平民区住着一个意大利人 名叫莱昂 他是一名职业杀手 一天 邻居家小姑娘马蒂尔达敲开了他的房门 要求在他这里赞比杀身之祸 原来 邻居家的主人是警察的眼线 因贪污了一小包毒品而遭到恶警 使丹菲尔剿灭全家的惩罚 马蒂尔达得到莱昂的救助 开始帮莱昂管理家务并教其实字 莱昂则教女孩用枪 两人相处融洽 并且在他们之间还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爱情 女孩跟踪史丹菲尔 贸然去报仇 不小心被抓 莱昂及时赶到将女孩救回 他们再次搬家 但女孩还是落入史丹菲尔之手 莱昂料到一片警察再次救出女孩 并让他通过通风管道逃生 并嘱咐他去把他积攒的钱取出来 莱昂则化妆成警察 试图混出包围圈 但被狡猾的史丹菲尔识破 不得已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好了 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请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